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發文議員辭職啟動變相公投 需時甚長 相信難以在政改方案表決前完成 認為成事機會低 由辭職到真的搞到那個補選 幾個月頭 幾個月之後發生什麼事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難預見到 因為用一個這樣的動作 想在幾個月後通過一個好像補選的方式 進行一個所謂變相公投 到底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對於有建制派議員打算在泛民議員辭職的空張期 修改議事規則防止拉捕 曾鈺成相信 建制派內部對如何修改意見都有不同意見 而要修改都非三朝兩日可以做得到